今天我们为一台华硕的X502升级 加一块固态硬盘和内存 直接打开拆开后盖 注意后盖的螺丝有长短 这边是可以撬开的 在它背面有一个触摸板和 这个是键盘可以连接键盘的 这个是触摸板的排线 就是说我当我装好更生机好以后 我需要把键盘插在这个上面 然后把触摸板插在这个上面 这个键盘可以拿走 硬盘的位置 拆掉硬盘很简单 硬盘只能用是捦摸誌 我们手机方刚好有一个 威工的120G的键盘 拆掉它的原来500G的鸡枫鸡 已经不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硕的这一颗硬盘内存应该是镶线在主板上,我们拆开看看他们的升级 这一根是连接显示屏的瓶线,这是一款不可升级的自带内存的主板,所以说我们在上面无法加装内存 这样子的话,我们只好把它装回去,因为它的内存存在这里1234,再加上背面的1234,用8颗硬盘,稍微清理一下 我们现在照样把它的平线插回去,插回去以后固定好,各个接口 这样子,我们会给大家看遇见 从小时候一直喜欢拆各种家里面的电视机架收音机架这种东西 不管我们拆什么东西 我发现我们总会多一些螺丝出来 当然在笔记本上面这个东西千万不要马虎 我一直在说的是 最好我们每次拆卸的时候 加装一个就拍一下照 看看有那些螺丝是在的 然后我们再开始拆卸整个笔记本 螺丝分布是什么样子的 只有拍下来以后 我们对到才知道哪些螺丝是应该要上上去 固定好了 现在就能到我们安装硬盘了 固定高位 这台笔记本我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比较好玩的 就是它的型号虽然是X502C 但是它的主板上面写的是X402C 依这个可以判断可能华硕X502和X402 它们使用的是同一款主板 只是一个是带有数字键的键盘 还有一个什么来 装完以后检查一遍 看看有哪些接口线没有接上 OK这个基本上就全完了 接下来就是要接这个键盘 这键盘因为角度问题没办法看到 所以当你们拆下这个盒子的时候 最好就知道这个键盘所安装的位置 我们开起来看一下 键盘和触摸板 这样子的话 就算是全都安装完成了 固定好位置 然后安装背面的螺丝 这颗螺丝长螺丝 这颗螺丝长螺丝 这颗螺丝同样也是长螺丝 长的螺丝 长的螺丝 这颗螺丝 短的 短螺丝 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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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短短短 这样一共有123456789011 一共11颗螺丝 靠近这边的 是长的 这四颗是短的 终于不要上 安装错了 安装错了 我们给它尝试干净 再检查一下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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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感冲结束